好 美國賣我們很多武器 我們差不多有將近200億 已經付了 但是武器沒交 主要是F16戰機跟坦克車 奇怪的說台灣很危險 然後武器也不給我們 這什麼意思 真的很奇怪 然後你錢給了也沒有罰款 所以當時大家基於信賴原則 沒有 也沒有 而且你要罰他 他也不會給你罰 另外就談到登陸 1944年6月6號諾曼蒂登陸 當時是英國 美國加拿 跟法國軍隊登陸 法國北部海岸 來對抗德國的軍隊 那是有史以來 最大的一個大規模的登陸 第一天就是登陸那天 另外有7000艘船 送了15萬6000個軍人 1萬輛戰車 其實滿大規模的 在五個地方登陸 有4400個軍人死亡 當天就死了4400個軍人 然後9000個人受傷失蹤 然後總傷亡人數 德軍不知道 德軍一定也傷亡很多 我們德軍沒告訴你 估計在4000到9000人之間 而且法國很多 幾千個平民當時也死了 炸的時候你怎麼管什麼平民軍人 好 那麼現在我們在台灣 要建魚叉飛彈陣地 就是老美之間我們打這個 不對稱戰爭 這種魚叉飛彈就是所謂 不對稱戰爭一種 在虎尾 地方反對 其實不只是虎尾 虎尾的 張立善說不聰明 在我們這邊搞什麼 搞什麼魚叉基地 而且如果六輕爆炸 方圓10公里沒有人可以活 都死光光 軍方說這是兵力部署 我們不可以退讓 非該不可 要不要保護 要不要對抗老共 好 那麼軍方要建15座飛彈基地 在雲林 虎尾 台南 新中 左營 軍港 屏東東岸 屏東 浦前 台東 太平等個地方 而且這個地方要建住半大樓 因為他要上班 要辦公 還要住 還要做生活銀社 還有車庫 廠房 飛彈附屬設施 一共編了102億多 預備做飛彈的陣地 那地方很多人當然都反對了 那另外軍方 美軍也會進駐 不是都交給你 美國人治療控制 所以他們10月就辦理了 這個邀商說明會 邀廠商來投包 幫我們建設 有這樣的說明會 所以大家都知道了 那侯友宜說要跟民眾溝通 你也不跟民眾溝通 那民眾當然反對 特別是虎尾地區反對的 很強烈 好 那麼所以地方反對 而且不只一個地方反對 我們看一下 海軍訓練專案 採購400枚魚叉飛彈 預計在全台新建6處飛彈營區 其中選址在雲林虎尾 立刻引起地方反彈 今天你要在營營部署飛彈 這些部署的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跟人民溝通 這些都是民進黨不敢說的事情 侯友宜談起飛彈部署 他認為應該多跟地方溝通 也趁機反批 賴清德沒有明確的兩岸 國防政策 雲林縣長張立正也說 全民國防他不反對 但虎尾距離海岸線 將近30公里遠 還有高鐵大型醫院設施 飛彈基地設在這裡 確實不恰當 重要的軍事設施高度集中 等於雞彈都擺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而高雄卓英立委參選人李梅貞也說 卓英已經有海軍機力 現在有加設魚叉飛彈機力 等於把雞彈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但對手李博義則反問 到底是設防衛營區危險 還是赤手空拳 等共軍打來危險呢 打架都一樣 你住隊都一樣 不要住在他的旁邊比較安全 來 玉帆兄 到底怎樣 這樣子 這個 隨著兩岸關係的緊張 我們的軍事設施只會增加 而且可能還會增加得越來越多 現在以防空飛彈來講 全世界兩個國家的防空飛彈最多 一個就以色列 一個就台灣 我們可能現在還比他還多 也說不一定 因為我們四面環海 尤其要面對西安 所以我們的反艦飛彈也會很多 然後這些東西都要雷達來配合 所以我們的雷達也可能會越見越多 台灣本島就只有這麼小 差不多6000多平方公里 大部分人口又這麼多 住了2300萬人在這裡 所以真正每一個能夠分配到的空間 坦白講比起很多的國家 是有限的多了 你突然間你很多軍事設施開始設立起來 對於百姓來講 第一個他的生活的空間就受到壓縮 第二個他會有很多擔心 看到飛彈在這裡 有時候還可能進行演習 還有發射 軍人的軍車跑來跑去 有時候有一些交通事故 難免會發生 所以百姓會 這個不是說他們不愛國 我們去想一想看 他們的生存的空間等於被壓縮了 那種不快的是一定會有的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就要買多少才會夠 建軍備戰永遠沒有夠的這個觀念 尤其你買了很多 對方買更多 然後雙方就開始進行軍備競賽 然後剛剛講到美國一個問題是這樣 美國的軍火公司什麼公司都一樣 他上班時間就上班 下班時間一到他就走 你要叫他跟你加班的事是很難的 那美國偏偏是全世界最大的武器出售國 所以他答應很多國家都跟他下訂單 他就賣 然後烏克蘭爆發戰爭 那優先就要交給烏克蘭 然後這個現在加剎走廊也發生了問題 以色列看起來也要爆發 說不定跟別的國家 伊朗什麼都打了 所以他有些飛彈 有些炸彈 也優先提供給他 所以就是說臺灣就 顯然就沒有在最優先的名單上面 所以這有點矛盾 美國你一方面解決 臺灣非常非常危險 然後你臺灣要展現你戰鬥的意志 這裡面就是你要多買武器 然後多趕快部署這些武器 那一方面我們要的東西 又遲遲的不給我們 那我們能夠怎麼樣 因為這個武器市場跟一般的商品不一樣 賣東西給你也是老大 你買東西也不是老大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大的問題 那我們給了這麼多錢怎麼辦 是這樣子 他把這些錢 美國國防部會指定放在一個銀行裡面 這個利息倒是歸我們 美國人不會吃這個利息 但是他們會收3%的服務費 叫專案管理費用 就是說我替你去接洽軍火商 然後我也保證這些貨品 這些武器裝備可以交到你手上 我就要抽3% 坦白講也不難賺 是不是 李宥娟 所以現在民眾心裡面 最大就是恐慌 每天我們看到電視上 呈現出來的是 以色列的加薩走廊這一塊 這個小孩已經變成人間煉獄了 然後他們生存的環境 好幾個人只能分2平方公尺 這麼小的環境 加上斷水 斷煉 斷糧 還有斷通訊 斷通訊最可怕的地方在什麼地方 就是說他醫療設備 甚至他溝通都沒有辦法 進行的時候 這點也就是民眾現在看到 萬一這件事情 發生在我們家前面怎麼辦 萬一這件事情 發生在我們身上怎麼辦 所以現在又出現說 家門口有可能會有軍備設施 這樣子的恐慌 恐怕又更需要 我們的政府去跟他們溝通 去跟他們說服 很顯然現在是這樣子 為什麼這個兵推的結果 我們剛剛上面一直在講 有一個韌性 韌性這件事情 也是剛好今天柯文哲主席 早上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一直在強調 除了說我們軍事討論之外 能源上面 有沒有這個所謂的韌性 我們到底準備好了沒 準備好了也要說 這個政策上面 能不能在韌性城市 韌性國家裡面 做一個備戰的未來的規劃 好比說剛剛講到的網路 網路一旦被斷了之後 我們未來如果遇到這個全面開展 這個醫療上面 不只是這個8000承暴的狀況 恐怕是全面封鎖 全面封鎖已經 這個如果說溝通上出了問題的話 我們到底要如何去因應 還有這所謂供電系統 這就牽扯到現在的政策 到底是不是能夠因應 未來整體的戰略布局 好比說現在的能源政策 你看這個戰備儲能 只能幾十天 我們現在的政府 在能源的政策上面單邊壓薄 它就會呈現的是國安上面的危機 所以未來到底我們的人民 他要對於這個戰爭 能夠付出什麼樣的犧牲 我覺得這是意識上面 可能恐怕還是需要 有一段的溝通成本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享有的 自由平等 民主的國家的社會 未來可能戰爭一觸即發的時候 我們想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以及我們已經準備好 要全民國防了嗎 這個最重要的 在就領導人來講的話 當然是避戰 就是說蔡英文她今天在會見 安全論壇的相關的 又在強調大陸對我們的威脅 然後我們的民主體制 我們要怎麼樣跟這個 世界的友人站在一起 我們看得很清楚 這個在跟 我們跟大陸的實力 如此懸殊的情形之下 所有的 所有的最高的指導原則 當然是避戰 怎麼會是備戰呢 今天他在雲林 在雲林縣要放魚叉飛彈 它為什麼會引起到 這麼多的恐慌 它就是在於是說 我相信我們的所有的 這樣的部署 我們現在不只在這個 雲林要放魚叉飛彈 有這麼多的地方 都要設置飛彈基地 我們的這樣子的部署 是出於美方的建議 還是出於我們國防部 衡量整體的 兩岸的情勢的時候 覺得飛有必要 現在台灣在這個現在 以及到明年 都已經是走到了這樣子 一定要這樣子備戰的 這種危險的境地 不管是美方的評估 或是我們的評估 這都非常的危險 是一個什麼樣的 一個國家領導人 會把台灣走到這樣子的地步 而走到這樣子的地步的 一個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 賴清德 還有臉去告訴大家說 我當選兩岸最和平 你憑什麼 當你今天要在這些地方 都放置飛彈基地的時候 你不就是要告訴所有的 全國的民眾就說 大家都要有必死的心理準備 這是笑話 除了張立善反對在雲林 李梅真也反對到高雄 他說左營 軍事機構已經高度集中了 到時候一旦打起來 左營會不會變成第一攻擊目標 左營原來就是 這加上飛彈基地可能更是 居民到底想不想活在恐懼之中 我想這是大家可以 沒有居民希望自己活在恐懼之中 謝謝大家 好 那麼賴清德回他的母校 成功大學的演講 他對他的學弟妹說 我們是投資未來世代 國家會穩賺不賠 就是其實教育是最好的投資 另外回答學生問題 學生問了五個問題 有學生上網說還好沒睡著 那是怎樣 是回答的學生不滿意 是問題不精彩 還是回答的不精彩 他有五個問題 五個問題包括這個我看 當選以後要做什麼 然後這個非核家園怎麼達成 一個鐵路系統要怎麼完成 等等等等 特別有學生說 第三個問題問什麼鐵路系統 要問什麼東西 中了問題不問這種上網 就可以查到的 下次不要再問 而且我很佩服我自己 竟然沒睡著 那好 反正就是說 這個學生有不同的反應 那這是賴清德在陳大 我們看一下 看青年學子對談甩開偶包 民進黨總統參選賴清德 回娘家陳大眼角 當然要搬出過去台南經驗 畢竟就是從這裡開始 我覺得最要緊需要改過來的問題 是什麼 有三類 第一類就是面對 中國的威嚇 地人政治的變化 只是這整場演講不公開 過去賴清德到其他校園 是全程開放 難不成是擔心 像這樣尷尬場面再出現嗎 主辦方回應深知邀請參選人 進入校園 將伴隨各方壓力和輿論 所以在籌備過程中 青年學子權益和主體性 是首要考量 最初規劃才事先申請 開放十組二十位媒體 不過後續和各組參選人 團隊接洽時打成共識 改由籌備團隊記錄 而學生第一時間則是開箱 說很佩服自己竟然沒睡著 賴清德講的再生能源 好像能補足何能一樣 但也有人稱讚 少了辛辣問題 賴清德回到母校 氣氛就是不一樣 馬利亞母校 我的母校了 我是覺得很奇怪 陳大的校風非常的自由 開放 為什麼不開放呢 賴清德為什麼不開放 你這個有這麼機會 柯PG也沒開放 對 我知道 但是他母校 他是母校 他陳大醫學畢業的 他應該開放 說我對這個學校有感情 他只要開放 他可以講很多真情流動的事情 跟學生的互動等等的 今天我如果到陳大去 我跟你講太多東西了 因為那裡有我四年的會議 我在那裡讀書什麼之類的 這個來講可以拉近跟學生的距離 然後你看到學生的反應是什麼 還好沒有睡著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的問題很無聊 很無趣 硬梆梆的 還有說鐵路的問題等等的 你就發現到說 門一關起來 沒有對外開放 那個問題 真的外界不會有太大興趣 我是覺得很可惜 以賴清德 他現在聲勢這麼高 他的民調這麼高 這麼重要的場合 他說為什麼不開放 你說校方規定不開放 我覺得這是技術問題 可以討論的 可以讓他開放 全程大家接受公平 他到底講什麼 其實大家都了解 賴清德 其實就是一個很規矩的惡意上 他基本上也沒什麼群眾魅力 沒什麼學生魅力 他主要是因為民進黨的板塊大 所以他這個民調可以高 你個人魅力來看的話 都說了 比蠔友宜好很多 也不會比蠔友好多少 好很多 那是你這樣說 我參加過蠔友宜 好幾個地方的肇事 有話說 台語嚇嚇給我 那種台語賴清德 保證講不出來 來 少爺 我想 少數人會痠那都很正常 任何一個政治人物 他都有他的認同度 也有一部分的人不認同他 一部分的人會痠 哪個黨都一樣 剛剛當然司法兄提到就是說 為什麼賴清德不開放 事實上 我覺得賴清德都願意開放 其實柯P 剛剛那個余軒提到 柯P去也都是客水主便 因為我們是客人 主人說要用什麼 要抓走 陳道平靜的 他一定要去開放嗎 那個當然陳道如果要辦 開放我們也都OK 所以這個是我們去是客水主便 你當然不能 是質疑說客人你為什麼不開放 但是主人決定 不是我們做客人決定 這個是一個澄清 再來就是說 其實賴清德的回答 已經算是 坦白講 他有學生 不是在海大嗎 就是學生就質疑他說 什麼問題什麼問題 然後後來校長質疑說 叫學生不要這麼激烈 賴清德還說沒關係 讓他問沒關係 所以其實你就從這些表現 就互動 那何友宇柯P是一個 柯P就問說 你這個問他是什麼問題 這是柯P的風格 何友宇是答揮手問 你看何友宇其實 他的民調為什麼掉下來 那是疫情的 最正好 最正好 他在台北市 台北市長一直在民調 很高 沒有讓選總統掉下去 為什麼 就去學校演講 都答揮手問 那一張都掉下來 還有你們的胃藥 胃獨安的亂講一通 沒有 其實我 我跟你講 學生 學生跟人民自己會去判斷 當然每個人 國民黨 民進黨 民眾黨 都有自己的講法 我們都尊重 但是我們看事實上 就是他去參加了演講之後 整個民調掉下來 所以他現在 不太願意去大學演講 你可以看賴清德跟柯文子 照走 但是你看何偉宇走了幾場 他走得很少 我們可以做一個客觀的比較 好不好 台南市議會 今天拉扯 拉扯什麼狀況我們看一下 沈茶玉宣報衝突 藍綠議員擠在主席台前互相叫罵 沈茶玉宣報衝突 沈茶玉宣報推擠 還有人拿木板拍桌 起運喻六號當天 日本與台灣友好議員聯盟來訪 民進黨議員出面接待 藍營議員卻在日常清點人數 清點了之後 全部一樓的議員 正在用跑的跑上三樓 還因為有人這樣跌倒 國民黨其實議員在三天下 你們就不找我們啊 國民黨的人在用台南市民的臉 丟到台南 丟到日本去 一點半是開會時間 本來就不太適合來接待外賓 因為市民的預算才是最重要的 民進黨團當天還開記者會痛斥 並在七號下達 打擊動員令 在審查地震局預算時 雙方爆發衝突 預算已經從前面就開始省了 那這個金額是非常的大 非常大的預算 高達十幾億 但很遺憾民進黨 想用包裹式的方式 國民黨團一直用這種 惡意的清點人數 來背個我們的審預算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惡劣 外公務 甚至標罵國罵 我想身為一個民意代表 這都是很不好的示範 也非常的丟臉 台南市議會近日衝突不斷 六日國民黨團記者會 才爆發踢館衝突 七號在議場又發生推擠 藍綠陣營都互批丟臉 不過就看地方議會 好好省預算 他都不會上全國的電視 只有這種打架 大家才會報到 來 美 我也是議員出身的人 我想以這個來看 我是覺得其實在地方的議會 他其實在審查預算的時候 其實可以大家先溝通 你們到底這次是要怎麼審 也不是沒有包裹的 但是其實我覺得要按照 他們一開始的遊戲規則來說 假設在這次 因為我不知道台南市議員 他們這次是怎麼審 如果審到最後兩個案子 本來就應該一案一案審完 我覺得就把它審掉 可是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現在我們看到 地方的議會也好 立法院也好 當民進黨是多數的時候 其實他們從來不會去尊重少數 連溝通協商的大門 他們也是關閉的 多數的暴力其實舉手通過就通過了 完全不給你協商的機會 我覺得這個就是現在 我們看到立法院當中 多數的時候也是這樣 我記憶非常猶新 我記得在萊豬的那個時候 我們在教育委員會 然後我們審 學校衛生法第23條 當時其實我們是希望增加一個說 既然萊豬要進口 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保障 孩子在學校裡頭不要吃到 提這樣的一題完全沒有爭議 也就是說我們加上說 只要是萊豬 或者萊豬的相關製品 不要進到學校 多這樣一個提醒 你知道嗎 這麼簡單沒有爭議的 怎麼樣 我們因為人少也是不過 所以我想 其實當我們是少數的時候 地方議會或者立法院 我們好的法案 好的預算都很難 我覺得我補充一下 回到剛才那一題 因為剛才大家一直在講說 賴信德這一次進入到台南 他自己的母校 是沒有錯 說是說因為這個學校 他的做法就是 誰來都是沒有開放的 但是我們要知道 其實以現在這樣的氛圍 尤其是上次在海洋大學 我們看到校長 那個驚嚇的那個狀態 因為畢竟他現在是一個副總統 在現場被自己的學生這樣子嗆 校長也很緊張 不知道事後校長會不會受到清算 像哪一個時候還敢這樣去做開放 不過我特別要提到一題 就是過去我們知道 民進黨年輕人 幾乎那時候都是支持民進黨的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板塊在移動 當然有一些是來到了 民眾黨支持柯文哲 但也有一些現在回到了 侯友宜這個地方 在很多的民調上面是可以看到 也就是說年輕人 現在稍微覺醒了 他們覺得過去民進黨 給他們很多願景 很多的口號 可是都沒有實現 帶來的這七年多年的執政下來 他們感受非常的深刻 所以年輕人的選票 在民進黨這塊是不斷的流失 所以其實今天賴清德 進到學校去演講 誰嗆他 你可能自己可能覺得說 這是一個兩個的個案 其實不是 我們要看到是說 不管是在中三大學 那是一個女學生去質疑他 海洋大學那個嗆他 可是都造成版面跟輿論 網路上面不斷擴大了一個效應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民進黨最在乎的 所以你說後面他還會再開放嗎 不可能 我補充一下 一起開放我們都同意 我補充一下 賴 喝 好 這個今天台南是因為吵架 我們都願意 是因為包裹表決 兩百多個案子 表決一次 這個老實講 最大的一個實作用者是立法院 立法院在審前瞻預算 老科就是這樣子 時間到了一次 報決一百五十個案子 一百五十個案子 據說我們的質詢習司法顯得清楚 議案立表決 議案立表決 議案立處理 本來在業黨就是只有這個本事 人數比你殺 我就靠的就是議事的規則 要跟你託 這本來就是議會的本質 這個執政黨也有這個雅量 接納這個東西 他不是 柯文哲 不是 這個老柯就這樣做 而且主席 主席書架圈 垂直一瞧 就這樣通過 晚上我們排隊 晚上我睡在那個好冷的地方 晚上三點四天 人等著表決 一樣一樣的表決 一起一百五十個案子 啪 就通過了 立法院做最大的罪 換一個示範 結果跑去 我們要去跑去問大法官 丟豬腸子 沒有關係 丟豬腸子 撒麵粉 那個是另外一件事 那個就是很好的表演嗎 那個都是最醜陋 最不好看的 法律規定 自己做的可以 別人 自己做的規定都可以 別人做的 這樣可以表決 我們倆也會把立法列套 帶來這裡 上來本節目的品質 謝謝 你告訴你 他現在不要把你來 他們說 感谢观看